历劫 好 主位 其实各位观众朋友 持续来关心目前福岛和能发电厂的状况 那么现在在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当时的福岛1号和电厂爆炸 这一瞬间非常惊人的景象 大家非常担心这个爆炸从何而来 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最新情况 这起爆炸疑似是因为呢 当时原子反应炉正在进行冷却工作的时候 因为配置不当发生氢气爆炸 这是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最有可能的原因 这也是日本媒体目前统一了口径的说法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整起事件发生的经过 事实上在今天台湾时间下午2点36分左右呢 有目击者表示在福岛第一核能发电厂的外面 听到了爆炸声响 接着看到了就像我们刚才画面上的浓烟窜出 接着就看到有四个人因为受伤送医 那么之后呢 日本官方呢在紧急的经过资料汇诊之后 确认了这是一起发生在核电厂内的爆炸事件 但是爆炸的地点并非我们所担心的原子反应炉 否则现在的状况可能已经不堪设想了 尽管不是原子反应炉爆炸 但是依然让附近侦测到超标的这个辐射量 紧急记者会那么呼吁呢 这个一号核电厂方圆三公里到十公里的民众呢 现在切勿外出同时必须将屋内的门窗紧闭 那么一旦有人还来不及回家的话 必须尽量使用布料 就衣物遮住自己的皮肤 那么最好能找到毛巾眼珠口鼻 这样才能避免自己在辐射当中受害 那么除了一号核电厂之外呢 紧接着日本政府也宣布 已经进入紧急事态的福岛第二号核能发电厂 原本紧急避难的范围只有在方圆的三公里内 现在也拉到到十公里 这都是为了保全人民心灵安全 那么事实上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可以说是福岛这个第一核能发电厂状况不断 因为在稍早之前呢 就已经传出这个核能发电厂 被侦测到疑似有一种叫做色的放射物质外泄的状况 当时日本官方呢 是解释说为什么会有这个色 主要是因为原子反应炉呢 在这个震灾过后冷却系统已经故障了 那么呢 炉内的温度越来越高 为了要降低炉内的温度 所以必须要有试压的动作 那在这个试压的过程当中 因为蒸汽排出 所以在蒸汽当中就有检测到辐射物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那么日本官方也一再保证 这辐射物的含量 其实是在检控的范围内 请大家不要惊慌 但是没想到大概事隔一两个小时之后 就传出核电厂爆炸的消息 引起日本媒体一阵慌张 那么在紧急的追查之后呢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一些最新的状况 那么日本政府也表示 因为今天风上的关系 其实这个辐射物质 它应该是会随风 从陆地被吹往海面 希望民众不要特别紧张 那初步掌握到的原因很有可能 就是因为当时要进行冷却反应炉的这个动作 那可是因为在工作当中的流程配置不当 导致氢气爆炸 才会发生这起让人非常紧张的这个核电厂的爆炸问题 但是目前掌握到的并非是原子反应炉爆炸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紧张 那么除了核电厂的部分值得关心之外 事实上目前根据我们所收到的消息 在这起长征之后 日本整体的死亡以及失踪者已经超过1600人 那么当中有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大规模的发现遗体的状况 那么甚至以这次重灾区仙台市来说 很多的公共设施也都成了停时间 仙台市的两个体育馆呢 加总体已经超过200具遗体被搬运到这边来了 那么另外在我们之前报导过 在这个仙台若林区也有发生大量的遗体 那这是目前所掌握到的状况